前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 纪录片小鬼头伤的女人制片员杜斌 失踪两周后日前警方向她的家人证实 杜斌已经被刑事拘留 但是她的家人一直没有说到当局发出的行政拘留书 他们已经聘请律师介入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 杜斌被当局抓捕的原因 是因为一部记录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影片 和一本六四书籍 杜斌5月31号失踪至今已经14天 杜斌的妹妹杜基荣向大纪元新闻网表示 她和北京文学人士胡佳14号去北京幼安门派出所报案 里面的警察说杜斌被国保刑事拘留 可是他们家人没有接到通知书 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透露 杜斌失踪后 杜斌荣在杜斌北京家中看到警察留下的传款书 时间是6月1号 但没有具体的执行单位签名 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这个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无论是拘留还是报检察院批准逮捕 都应该24小时之内通知他的亲属或他所在的单位 除了呢就是说所谓通知不到 通知书里面他当然涉及到涉嫌的罪名 他被关押的场所 现在被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 以及呢就是具体办案单位 所以这个呢他是按法律规定是必须的 如果他没有这是公安机关他是违法的 胡佳说传案书上面的罪名为扰乱公共秩序 但他认为这是当局炮制国保操刀的又一个政治案件 如果涉及到国内安全的一个问题 通常是国保来立案侦查 如果你是简简单单的杀人放火 才偷盗抢劫 那就是刑事刑侦支队或者大队他来去立案 杜斌被当局抓捕的原因 胡佳认为是因为一部纪录片和一本六四书籍 杜斌拍摄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5月1号在香港首映 影片揭露了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对法轮功学员及上访民众的酷刑及奴工黑幕 受到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因此强化了要求中共终止劳教制度的声浪 此外六四前夕 杜斌经历八年时间收集资料 在香港出版的天安门屠杀 同时公开了六四的历史镜头及真相 杜斌被拘 妹妹杜季荣与中国维权律师普志强周泽 签订了代理委托书 普志强曾经代理多起劳教受害者案 他不仅签下杜斌审查阶段的代理律师委托书 连一审二审的委托也全部都签了下来 而香港作家张成绝也对杜斌的勇气感到敬佩 杜斌被捕前 曾接受新唐人节目主持人石涛的专访 石涛在社群网站表示 杜斌表现出一个中国男人的气节与骨气 非常令他敬佩 他呼吁所有的朋友能够伸出援手 帮助一个代表着中国人尊严的好人 新唐电视易如、周平、孙宁采访报道